伊拉克官員說在巴格達發生一系列的襲擊 其中法國使館車隊遭遇路邊炸彈襲擊7人受傷 官員說4名伊拉克安全衛兵 和3名平民在巴格達中心地帶的爆炸中受傷 在北部沙巴區 當局說汽車炸彈炸死1人 炸傷4人 在南部 警方說槍手用銷聲武器槍殺一名警察 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在2006年和2007年 步驟衝突後有所緩和 但是路邊炸彈等襲擊仍然普遍